今天是四月的最后一个礼拜 过于这两个月 我们在灵修乐里面 我们所读的经文 就是读菲律比书 我们从第一章一直念到第二章 两个月我们就很详细的 很深入的在读这两章的圣经 共有六十节的经文 第一章有三十节 第二章也有三十节 那么今天是我们 灵修乐这个月的最后的结论 所以今天我们读的圣经 刚刚说我从念圣经 是菲律比书第二章的最后一段 但我今天在讲台上 我要跟周围来谈的 来回忆的 不只是最后一段 我们要把整个这两章 都很快地来回顾一下 也做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所以今天我要跟周围的题目 是教会需要什么 教会需要什么 这个教会需要什么 对不起 这个教会需要什么 我特别把他禀号引起来 教会需要什么 这句话呢 事实上是我刚刚 我来到教会的时候 将近三十多年前 三十五年前 我跟师母 我们带着我们的老大 老二 来到这个教会 那时候老三还没生 那是1984年 当我们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 没想到神预备了 这教会里面 有好多好多位 以前 我的岳母 也是师母的母亲 严妈妈 她在亚航的同事 居然 一个团队 好多人 都在这个教会 我们当中不晓得 来到这里才发现 原来有这么一批 我们 岳母大人 早年 在台湾的时候 的老同事 居然都在这个教会 今天还在的呢 是师弟兄 师敏公弟兄 还有 史弟兄 史妈妈 还有谁 好像没有了 早天还有好多位 都是姨妈妈的老同事 那么 师弟兄 不是 史弟兄 史伯伯 他那个时候 当我来到教会 做牧师 他很高兴 原来都不认识的 居然是 严妈妈的女婿 他做了牧师 来到这个教会 太奇妙了 他很热心 我不知道 史伯伯 你还记不记得 当年我刚来的时候 你就问我 你就问我这个问题 教会需要什么 这是他问的 他问的问题 为什么特别想 承担这个事情 因为今年教会 创立四十周年 我就回顾一下 教会的过去历史 我就想起这件事情 当年史伯伯 问我说 教会需要什么 哎呀 当我听了这样的 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心里很受感动 那个时候 假如早年的 丢伙伯 你还记得的话 我实际上 我就用这个题目 写了好一个系列 每个月 有月刊 我就每个月 就写了一篇 小篇东西 到底教会需要什么 你可以为教会 做什么 你就写了一些系列 今天我再回讲起来 我就觉得 很受感动 保罗写信 给菲律比教会的时候 不然很明确地说 我是把教会的需要 摆在你的面前 那今天我们可以用这个题目 来思想 菲律比书第一章 第二章的这个信息 我们可以说 保罗也就用这个角度 来跟教会说 教会到底需要什么 什么是教会的重要的特点 什么是教会必须要有的特点 什么是教会不能够少的 什么是教会的需要 今天早上 我就用这个题目 来跟周围谈 来跟周围回顾 我们所念过的 这两章的圣经 菲律比书一章跟第二章 什么是教会 首先我们要思想 到底什么是教会呢 保罗在菲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 就很明确地说 什么是教会 教会不是建筑物 当时教会也没有建筑物 当时教会是在教会 在家里面聚集 所以保罗写信 给菲律比教会的时候 他也没说菲律比教会 他就说 在菲律比的 凡住菲律比 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 这就是保罗写信的对象 教会是什么 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 我感谢神保罗 给我们这么明确的真理 因为建筑物会改变 这建筑有一天 会毁坏 但是神的百姓 众圣徒 从神头领受的生命 或是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团队 就永远不会被打散 因为这是基督里的众圣徒 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 亲爱的弟兄弟们 发言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个真理 今天我们有的弟兄在这里受得尽 就回到中国去 昨天在这里受尽的一对夫妇 他们很快就要回到中国去 回到内蒙古 很远啊 哪些人去过内蒙古的 有人去过 感谢主 哎呀 我还没去过 很远吧 很美 哎呀 我就想到 我昨天在受尽的时候 我就在那边做梦 我说我们教会这四十年 在这个地方 我们每年都有尽力 十几二十几个 四十年累积起来 也有五六百人 六七百人 这些弟兄姊妹受尽的 只说受尽的 我们就不知道 从中国大陆 从台湾 香港 全世界各地 来到我们这里 经过在我们教会 受尽的弟兄姊妹 他们今天在哪里 有的还在我们当中 所以你们当中 很多人都是 我们教会受尽的 很多人也不在这里了 回到他们老家去了 或者回到 另外的地方去了 或者回到天上去了 这些弟兄姊妹 都是在基督耶稣里的 众圣徒 也都是我们教会的 一份子 我觉得我非常地 感到光荣 我非常感到 很荣幸 上帝用我们鼓劝 过去进行会 带领了许多许多 我们的同胞 各地各方来的同胞 就像昨天那对夫妇 他们从 内蒙古来到美国的时候 根本没有计划 没有想到 居然会来到教会 根本没想到 会信了主 根本没想到会受尽 根本没想到 还拿了个证书 拿了本圣经回去 但是他感谢上帝 就是上帝的计划 不在我的计划之内 但是在上帝的计划里面 多么奇妙 而且我告诉 那个弟兄姊妹说 我说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们所经历的 都也都是我们的经历 我们都是这样子 可能说我们受尽 可能说我们 我们归入主 也都不是我们的计划 是什么 上帝的恩典 临到我们的身上 不是吗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何等的奇妙 我就发梦说 哎呀 是四周年了 假如我们有机会 假如我们有可能 把弟兄姊妹 都能够召回来 做个大团圆 多好 哎呀 多好 都来团圆 四十周年团圆 多好 是不是 但是我知道 我发这个梦呢 有生之年 都不太可能实现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 我们又发了个梦 我说那这样子 我们来个约定好了 我想我今天就开始说了 一直说到 我今年年底 我都要这么说 我想我们约定 一个地方见面 好不好 我们有天不是都要到 我们有天不是都要到天上去吗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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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不确定 你不确定的话 那就不用说了 确不确定 确定 上帝我们预备天上的家 有天我们的天上碰面 那在哪碰面呢 人很多啊 人很多啊 在哪碰面呢 怎么会面呢 我们就用王张老 王师母 我们就偷他的方法吧 王张老跟王师母呢 他们已经约定好了 王师母已经去了 王老师刚才早前约好说 我们约好了 在当年啊 以后我们到天上去的话 我们到耶路撒冷的十二个城门 十二个城门 真想耶路撒冷有十二个城门 新的耶路撒冷有十二个城门 我们约好了在那个犹大门 前面碰面 我们就偷他的好不好 我们用他的方法 我们都约好了 在耶路撒冷的犹大门 不是犹太门啊 没有犹太门啊 叫犹大门 别搞错了啊 犹大门 在犹大门见面 好不好 记得啊 记不记得 记得啊 你不要跑错门了啊 跑错门就碰不到你了 哎呀 你看多宝贵啊 当然有一天 我们能够到天上 在团聚 哎呀 多棒 多好 哎呀 弟兄姊妹 我真的期待那么一天 因为我们都是在 基督里的众圣徒 地上的教堂 这个这么好的教堂 有一天可能没了 可能毁了 地震 或者什么事情 被毁了 好像那个圣母教堂 这么漂亮的 也被一把火烧了 弟兄姊妹 这些并不是说 会被烧了 我们就不重要 或者我们今天随便 无所谓 也不是 我们好好的 爱惜我们教会 爱惜我们教堂 好好的来使用 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但是我们要知道 教堂不是教会 教会是我们这批人 这批信徒 众圣徒 乃是我们 感谢主 让我们不断地 很清楚地 知道这个真理 教会就是我们 那这个教会 这个是什么样的教会呢 我们把 这个 菲律比书第一章 第二章 分成七个段落 七个段落 在周围 大纲里面都有 你可以在那边 做点笔记 第一个段落 是第一章的 一到六节 那你讲到 这个教会 菲律比教会 是从意象而生的 我相信 菲律比教会 是意象而生的 每一个基督教会 都是意象而生的 因为教会 不是上帝 不是人建造的 教会不是人计划的 人的计划 要出于上帝的旨意 才可能成就 所以教会 是神的教会 所以教会 都是意象而生的 不是计划而生的 其实 基督教会 菲律比教会是如此 北岭的教会 这个教会 也是如此 四十年前 弟兄们在这里聚集 要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 蒙了上帝的感动 亲爱的弟兄们 你想想看 四十年前 你在哪里 四十年前你在哪里 有的人也还没生 对不对 潘玉生 你就还没生吧 他在十六岁 四十年前 当中很多人 你们还没出生呢 那今天 你在这里 上帝早在四十年前 就已经为你预备了 这个古区 国有进行会 在你还没出生的时候 上帝就预备了 何等的奇妙 你要为上帝 建造这个教会 要赶根 是你切身的祝福 跟你切身有关系的 上帝在四十年前 就预备了 何等的奇妙 不要小看 神的家 因为这是异象所生的 是神所设立的 神所建立的 哎呀 巴不得我们 有这样的一个信念 来爱神的教会 来为神的教会 摆上 付出我们自己的责任 跟力量 第二点 教会 圣经上告诉我们 保罗对着教会 充满了期待 教会 既然是上帝 迹象所生的 教会 既然是基督耶稣的教会 应该就是一个结果满满的教会 是一个硕果满盈的教会 保罗在写信给 这个 菲律比教会的时候 他是非常非常地高 很高兴 他也知道 这个教会 是要不断地在成长 要结满 在基督耶稣里 结满仁义的果子 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我就用这个 既迪亚教会 作为 菲律比教会的一个代表 因为今天 菲律比教会 早就没有了 早就看不见了 今天你到 今天你到菲律比 你到那个地方去 只有这个 既迪亚的纪念教堂 还存在 但是这个也是后来才盖的 但是我今天就用这个图 这个照片 来代表当年的 菲律比教会 这个教会 保罗写信给教会的时候 期待神的教会 菲律比教会 是一个结果满满的教会 结满了仁义的果子 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我巴不得我们教会 神也是这样子 祝福我们的教会 也赐福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 不要忘记 我们要结出果子来 不要忘记 神的教会 是一个结果子的教会 我们感谢主 不然是领人归族的果子 还有我们的社区里面 荣耀神的果子 让人听到 古区贵金会 就把荣耀归给上帝 为了这个教会 在古区所做的事 古区的贡献 我巴不得诸位 你们在古区有什么贡献 都能够成为 教上帝得荣耀的一个机会 好好的在古区里面 来荣耀神 不要忘记 你代表古区贵金会 你的一举一动 就在荣耀神 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念 在古区 在我们所做的地方 工作的地方 来荣耀神 第三点 保罗也教导这个教会说 教会是一个使命的教会 特别是福音的使命 我特点很明确地跟诸位说 教会必须要知道 是福音建立的教会 教会也需要传福音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但很重要一个核心的道理 福音建立了教会 教会要传扬福音 福音建立教会 教会传扬福音 教会的建立 就是因为福音传扬出去 教会就开始了 从《十六经传》第二章五旬节 保罗跟彼得 不是保罗 彼得跟十一个使徒站起来 为主做见证 在耶路上来 传扬福音 传什么福音 说你们所盯的耶稣 已经复活了 我们都是这件事的见证 那天距离耶稣受死 只有五十天 不到两个月 这些人所做过的宣告 不得了 因为他们说耶稣复活了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他们这些话 很容易就被拆穿了 因为他们说话的地方 就在耶路上来 耶稣的坟墓就在城外 而且两个礼拜 不是两个月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如果他们说的是谎话 很容易就拆穿 因为耶稣坟墓就在外头 但是那个时候 没有办法拆穿 他们说的话是确实的 为什么 因为耶稣的坟墓是空的 他们只能够 只能够在外面传说 什么传说 门徒们把它偷走了 但是我请问你 如果真的门徒们 把耶稣的身体偷走了 他们会站出来说 耶稣复活了 然后有一天 还为这个谎言而受死 而去殉道吗 会有这么笨的人吗 会有这么傻的人吗 会有这么疯狂的人吗 我上礼拜已经跟祖父说了 我今天就不再重复了 耶稣复活是一个非常非常确实的事情 因为若没有耶稣复活 这些门徒们早就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早就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不可能再回来的 更不能说耶稣复活了 而且说了耶稣复活都有什么好处 说了谎言有什么好处 这谎话说了没好处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还要为这谎话而殉道 哪里有这种人啊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知道 早年的基督徒站出来 冒着生命的危险站出来传福音 因为这个福音 耶稣复活了 就是个事实 你叫我不说都不行 因为我们所看见的 听见的不能不说 就这么简单 他们的勇气就站在真理上出来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知道福音教会 就这么开始了 今天我们要知道 教会要继续地传递福音 教会要继续地站在 这样的信念上面 来为主做见证 耶稣基督复活了 福音才有福音 而福音要建立教会 而教会要继续地传扬这个福音 就这么简单 教会要这个使命 第三 保罗讲了 要传福音 你就要勇敢 你就不能够胆怯 你要为真理做见证 你就要勇敢 因为那些不愿意相信的人 他们用各种方法来阻挡你 也叫你闭嘴 叫你不能说 他们有什么方法呢 就恐吓的方法 从第一代的信徒 公会恐吓他们 叫他们不能讲 闭嘴 或者我们把你关起来 把你抓起来 把你杀了 你知道 从他们恐吓你就知道 耶稣的坟墓是空的 因为耶稣的坟墓 如果不空的话 他们干嘛恐吓 不用恐吓 就是说 让你们这些去讲吧 耶稣坟墓还在外头 耶稣还在里面 你们这些说谎话 说个几天 就没人信了 所以这公会不用恐吓 我干嘛恐吓你 不用恐吓你 不用花功夫 这些人呢 这谣言 这谎言一下就过去了 但是呢 因为坟墓是空的 所以公会只有用恐吓的方法说 你们不能说 你们闭嘴 亲爱的兄弟妹 我们要知道 传福音从第一代到今天 都需要勇气 都需要刚强状态 因为恶者 因为抵挡神的人 用的方法都是一样 用恐吓的方法 用各样的势力 压力来恐吓 因为面对真理 他们没有办法 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用恐吓 所以保罗说 那些用恐吓方法的人 是证明他们沉沦 也证明我们得救 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这不是我说的 这圣经里面 保罗说的 他说 凡事不怕敌人的惊鹤 这是证明他们沉沦 你们得救 都是处于神 就那么简单 要传福音 要勇敢 保罗继续说 要知道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大家要一体同心 教你教 教你教 你记得 我在联系乐里面 写关于这一段的时候 我特别提到 保罗所讲的同心 讲的合一 不是统一 不是统一 保罗不是讲统一 因为神的家 不可能统一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 不同的恩赐 上帝创造的 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 上帝要我们 上帝在我们这么多人当中 上帝的作为是 让我们合一 合一是什么 合一是内在的 本质的 生命层次的 一个一贯性 就好像一个身体一样 身体是一个 但是呢 很多不同的肢体 肢体是不一样的 保罗也说 如果这里都是一样的话 那变怪物了 手很好 但如果全身都是手 好不好 我请问你 手好不好 当然好 但如果全身都是手 好不好 就不好了 眼睛好不好 眼睛也很好 但全身都是眼睛 好不好 怪物 上帝造人 上帝说 我们基督徒 在主里面 教会就是个身体 基督的身体 弟兄们都是不一样的 你不要期待 弟兄们跟你一样 不一样 但是我们的合一是什么 我们里面 生命的合一 我们里面都有基督的生命 我们都为基督的缘故 我们就是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 彼此运作 协调 能够达到 这个头 要达到了目的 这个是合一 不是统一 是合一 上帝上帝 在我们教会里面 继续做这样的工作 弟兄们要合一 一起来为一件事情 为一个目标 达到某一个目的 一起来同心努力 每个人都做不同的事 但是我们要彼此合作 彼此同心 好像这里 保罗在第二章里面所说的 在基督里 若有什么劝勉 爱心有什么安慰 圣灵有什么交通 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就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不要以基督的心 为心 一个教会 要面对挑战 要完成使命 要壮胆 就要一体同心 若能够这样子的话呢 保罗继续说 弟兄姊妹 是荣光 荣光泛发的一个教会 在 弗里尔书第二章 那里说 我们在这个弯曲 被谬的时代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他说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 表明出来 基督徒 要在世界上 发光 怎么发光 就是要把生命的道 表明出来 昨天我们在受尽的时候 那对夫妇 我们请他做个见证 为什么在这么短短的时间 他们已经听了福音 换一些领受 而且很快就受尽 我们问他们 昨天那位弟兄 短短几句话 两件事情 他说 我感谢神 让我带着来到教会 听到姐妹们 跟他分享福音的时候 他开窍 他开窍 这第一点 后来他就想说 开窍 让他明白 他需要拯救 他需要上帝的赦免 第二点 他说来到教会 看到这几兄姊妹 非常的特别的一群人 他说你们的 他怎么说 他说你们所流露出来的 跟我的感觉是 我不知道该什么话来讲 有没有谁能够帮我说一下 刘晓记不记得 他怎么说 充满了爱心 充满了喜乐 他说那种生命的表现 是他在国内 他没有碰到的 这类的话 他这样说的时候 我真的只有从心里面来感谢神 因为听说什么 你我不知不觉当中 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的表现 或者我们的说话 言行 彼此相待 等等的表现 流露出一些 是在别的地方 或是在别人的经历里面 没有碰过的 没有遇见过的 但是却是非常羡慕的 也非常感觉到 很有吸引力的 这么一个群体 哎呀 天后准备 我不知道你听到这样的话的话 你有什么感觉 我是注意的牧师 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真是一方面高兴 一方面很紧张 又高兴又很紧张 高兴说感谢神 我们用准备的表现 让第一次来到教会的人 能够体会到 感受到 这里跟其他的地方的团体 不太一样 但我也很紧张 很紧张为什么呢 因为 我发现很多时候 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好 其实没有那么好 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软弱 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多 我们原来的样子 我们并没有那么好 或许 别人再跟我们处几天 再多处几个礼拜 怎么样 哎呀 你知道你懂我的意思吗 但是弟兄姊妹 我真的盼望我们能够知道 其实 那个弟兄在说 我们教会的人很好 你们这人真好 你们真有水准 你们真是很好的时候 我就跟他想说 不是我们好 而是我们所信的上帝 很好 我们 其实跟一般的世人 也没两样 假如我们有什么好 是因为上帝 修剪了我们 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 我们里面的基督很好 他很好 但是许多时候 我想我们基督徒 我们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能够让基督活出来 让人羡慕 感谢主 同时我们要很紧张 很小心 因为我们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所作所为 也没有基督的样子 是我们的老样子 是不是 所以求主帮 联名我们 让我们不断地想到 我们应该是一个荣光 焕发的教会 我们是应该散发光明的 真道的一个教会 让我们彼此勉励 一同地往这个方向 继续地往前走 最后 保罗借了提摩泰 跟以巴佛的事情 表达了让我们看见一个 爱心的教会 教会是充满了爱心的教会 提摩泰当年跟着保罗 一起到菲律比建立教会 所以当年菲律比教会 对提摩泰的印象 是一个年轻人 刚刚出道的一个年轻人 但今天保罗 把他再拆回去 要让菲律比教会看到说 当年是个年轻传道 今天十年后 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传道人了 你们要尊重他 他是神的仆人 保罗在写这份信的时候 一开头 一开头 就把提摩泰的名字点出来 跟保罗并排 并列说 我们都是神的仆人 保罗用心 非常可贵 也告诉教会 教会有年轻人起来 教会要高兴欢喜 好好的来促成 好好的为他们祷告 好好的来支持他们 让他们好好在神的道路上 来成长 有一天我们看到他的时候 我们要尊重他 因为他是神的仆人 感谢主 这是一个爱心的表现 以巴佛提 保罗不但拆派提摩泰去 保罗也拆派以巴佛提去 但以巴佛提跟菲利比教会 关系更深了 因为以巴佛提 原来就是菲利比教会的人 所以菲利比教会 拆他出去 去照顾保罗 因为知道保罗在监牢里面 坐监了 所以他们就派以巴佛提 去照顾保罗 到牢里面去照顾保罗 结果这个以巴佛提 很忠心 做得很好 但是他也生病了 以巴佛生病了 而且病得很惨 病得很重 几乎要死 所以菲利比教会 很担心以巴佛提 以巴佛提也很想念教会 那保罗知道他们这种状况 保罗也知道以巴佛提很忠心 所以保罗就在 以巴佛提病好之后 保罗就立刻安排 要以巴佛提 回到菲利比去 让菲利比教会 能够得到安慰 他们所拆派的人 非常忠心 而且经历了上帝的医治 上帝的大能 你可以看到保罗这些所作所为 都表达了一个爱心 保罗不是只说说而已 他自己也做到 他不然自己做到 他要教会去做 所以他告诉菲利比教会说 你们要欢欢喜喜的 来接待以巴佛提 而要尊重这样的人 太可贵了 我就不多说了 但如果你读了林修乐的话 你就知道里面还有更多的故事 在他们两人身上 教会里面的人是有各种不同的背景 各种不同的出身 但竟然都在教会里面成为一家人 成为肢体 成为弟兄姐妹 而且成为神的工人 神的用人 弟兄姐妹 这就是神的家 神的家 的确 教会 的确是世界上 一个新的团体 是一个新的组织 是基督耶稣 建立的 是跟世上的组织 不一样的 没有一个跟教会是一样的 最后很快的 我跟周围 做一点结论 当以基督 耶稣的心为心 那我就很快的 讲三方面 第一点 教会 必须要有 基督救赎 为起点 我再次说 教会必须有 基督救赎 为起点 我今天时间很有限 但是我感谢神 上礼拜五 我要有机会 跟西学的弟兄姐妹 进一步地思想到 受难节的意义 受难节 是耶稣 圣病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天 因为圣经 用最大的篇幅 来记录那一天 所发生的事情 耶稣受难的日子 那24小时 发生的事情 超过圣经里面 任何一天 也在历史上 超过任何历史上 2000年前 中外历史里面 任何一天 很奇妙 不是没有道理的 一定有道理 我相信 要告诉我们教会 告诉教会 耶稣 来到地上 他要做的事 最重要的 最不能够缺乏的 就是耶稣自己所说的 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而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赎价 耶稣自己说的 你知道 耶稣在地上 做了很多事 耶稣在地上 行神迹 对不对 医病赶鬼 叫人死人复活 做了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奇妙的事 耶稣也讲了很多 很多伟大的道理 很多很多伟大的道理 太多了 但是现在 其实耶稣的神迹 也讲了道理 若没有救赎 若耶稣没有去死 若耶稣没有上司价 我告诉你 耶稣所做的那些事情 所讲的那些道理 都是空的 因为当年 他叫人 行了神迹 神迹也过去了 你的道理很好 但是若没有救赎 若耶稣没有上司价 耶稣没有替我们 解决罪的问题 再好的道理 再伟大的神迹 对我们来讲 有什么用处呢 假如我们的结局 就是灭亡 就是死 那地上 再多的祝福 再多的平安 再多的健康 那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当他有一次的医病 有一个人被人家带来 从屋顶上拆穿了 罪到耶稣的面前 是一个瘸子 耶稣站着机会说 耶稣就说 小子 你的罪是 耶稣特别宣告 他的罪得色 当地人很不高兴 很不以为然 耶稣说 因为要教人知道 人子有赦罪的权柄 人子耶稣就来 就是要为人 舍命完成救赎 若没有这一点 其他一切都是空的 你想清楚 我说这句话 你再想清楚 若耶稣没有救赎 一切都是空的 再多的神迹奇事 再多伟大的话语 都是空的 因为我们的罪 若不得赦免 没有救恩 这些事情 对我来讲 都是空的 所以教会的目的 教会的起点 就是 耶稣基督的救赎 在这里 有救赎 我觉得我们要非常明确 知道这件事情 今天地上 将来 继续不断地 在地上 有很多的宗教 很多的信仰 很多 但是 唯有耶稣基督 里面 才有救恩 我们一定要认识 认清楚 今天很多的人 很多的信仰 很多不同的信仰 很多不同的说法里面 也有很好的道理 我们不要否认 今天在佛教里面 那些法师 等等的法师 他们有一些 很有智慧的话语 人生的哲学 也不是没有道理 有道理 我们不能否认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到底基督教的信仰 今天我们信耶稣 信基督 到底那个重点在哪里 要点在哪里 就是救恩 所以你知道 当 彼得 拿个约翰 这些早期的门徒 要站出来 做见证的时候 他们就说这句话 他说你们众人 和以色列百姓 都将知道 在你们面前的 这人得得痊愈 是因你们所钉 十日架的烟熟 神教他同死里复活 拿色列人 耶稣基督的名 他是你们将人 所弃的石头 已经成了 防脚的偷坏石头 除他以外 我们想念好不好 除他以外 也有拯救 因为在天下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句话 使徒们宣告说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这些人 很清楚一开始就知道 基督教的福音 基督教为什么要 在世界上被传扬 为什么要 他们可以为这个训道 因为这里才有福音 这里才有救赎 除此以外 没有了 有很好的道理 人生哲学 有的 到处都有 但是只有这里 有救恩 只有这里 可以靠着得救 下面的经文 是在启示录 启示录 讲到有一次穿白衣的人 从全世界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 站在宝座高阳面前 身穿白衣 手拿中树枝 大声喊着说 愿救恩 归于坐在宝座上 和我们的神 有归于高阳 底下说 天使都在敬拜 最后面 张老有一个人问我说 这些穿白衣的人 是谁呢 哪里来的呢 请大家看 我对他说 我主你知道 他向我说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 曾用高阳的血 把衣裳洗白净 将来到在天上 你我有资格穿白衣 这个白衣所代表的 就是我们在高阳的血里面 得到洁净 进入上帝的面前 敬拜他的穿白衣的人 是披着高阳的血 被高阳的血所洗净的 意思就是说 蒙救赎的人 唯有蒙救赎的人 才可能进到 那荣耀圣洁的国度 你说是不是 道理非常简单 你不得洁净 那你就别不能进去 进去了 要么进不去 进去了 你也站不住 因为太荣耀 太神圣 太光明了 你要是不洁净 你根本活不了 我们凭什么能够到神的面前 唯一的 唯一的 就是救赎 就是高阳的血 洗净 就那么简单 但是耶稣 为我们成就 这是我们要明白的 基督 救赎 教会的起点 第二 教会必须要有 基督的生命为品质 刚刚我们就说了 教会要有基督的生命 流露出来 因为耶稣说 凭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这段话的第一句话 最后一句话都是一样的 凭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基督的生命 是基督徒最重要的品质 我不多说 以后继续会 在我们的茶经讲道里面 我继续谈了这样的事情 我也不多说了 第三 必须要有基督福音 为我们的使命 基督的救赎 是我们的起点 基督的生命 是我们的品质 基督的福音 是我们的使命 我刚刚前面已经说了 福音建立教会 教会传扬福音 耶稣在最后 离开门徒的时候 宣告了大使命 说权柄都赐给我 所以你们要去 是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生命 给他们施敬 凡我所教训的门徒 都要教训他们遵守 我又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教会的使命 就是这个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也让我们坚守 一起在神的面前 建立神所设立的教会 神所计划的教会 天父我们合得的有幸 今天我们都归入 在你的名下 今天我们互为弟兄姊妹 也都是在基督身上 为肢体 这是何等荣耀的身份 也是何等宝贵的身份 都是耶稣基督 你赐给我们的 主啊让我们 好好地珍惜 也好好地 在这样的身份当中 彼此的尊重 一统的合一 来荣耀你的名字 让这个教会 继续地在古区 更加地 更明确地 为你做荣耀的见证 让我们都是光明的子女 教会是金灯台 让我们不要辜负 你的设计 不要辜负 你的习意 我们感谢你 也祝福在我们教会 受尽过去这几十年 在我们当中 受尽过去 在我们当中聚会的 许多许多 今天在各地各方的弟兄姊妹 我们求你同样地 与他们同在 说我们想念他们 愿他们也想念我们 一同在主里面 彼此纪念 谢谢你 愿到我们的敬拜 愿到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到我去